魚油不該只是吃心安 三德利獨家芝麻明衣配方 結合魚油精華DHA芝麻明衣 讓你簡單享受完全睡眠 不只好入睡 還能一覺安穩到天亮 起床清醒有活力 做事脈絡清楚 代謝清澈通常更有感 每天享受煥然一新的絕佳狀態 15天油肝體驗組快閃優惠890元 詳情請見資訊欄連結 歡迎收聽房產新教室 我們這一期邀請了 歐德的劉偉成設計師 他很特別 他以前是木工裝潢的師傅 那為什麼會來歐德呢 而且還到歐德的王牌門市 歐德成德店 當著知名的一個設計師 那我們先歡迎我們偉成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歐德設計師劉偉成 他很特別 以前做木工師傅的時候 我剛才跟他聊天 他說他現在有點不習慣 不習慣什麼呢 因為一進去做木工的時候 都會聞到一個什麼味道 甲醛的味道 他說像吸強力膠一樣 這是開玩笑的 那為什麼呢 你今天會跑到歐德 而且當陳德店的這個設計師呢 這個職業上的轉變 是不是讓我們聽眾朋友 知道一下 最近在當木工的時候 很常遇到老師傅說 當設計師就是很輕鬆 很簡單 到現場他就是圖壞畫 然後好像說都做得出來 那自己轉到設計師的時候 有發現說 好像其實不然 發現說我們 比木工師傅想的還要更前面 我們需要在更多的客戶端的需求 跟討論上 就會覺得說 最大的轉變可能是公司 之前做木工可能就是早八晚五 很規律 那現在當設計師會變成是 我早上一樣要去工地 然後還要接客人 然後客人的時間可能都要下班過後 那我們時常在下班過後 還有畫圖的時間 我覺得轉變最大是公司上面 對 然後剛才強力教那個是 有一陣子覺得說 好像覺得空氣中少了點什麼 其實聞這個甲犬 其實一定是對身體非常不好 那現在也非常多的建材 都是強調是幾乎到零甲犬 我們Oder也是有往這個邁進 那你剛才有說公司特別長 因為大家都是下班之後 跟你談論設計的理念 你覺得說 你以前要實際去敲敲打打嗎 我以前在現場是要敲敲打打的 那種我可能要拿釘槍 然後用電鋸下去現場施工的 對 所以有時候去工地的時候 會有點懷念 那種劇台的那種聲音的感覺 那為什麼你可以從一個 敲敲打打的裝潢師傅 變成一個很有底面 然後很有設計的一個設計師 我覺得對我來說 裝潢師傅跟設計師 他給我的成就感是一樣的 因為他是幫客人完成新家 只是說我之前是師傅 我只是看到樣品 我會覺得很開心 那現在是我有點是帶小孩的感覺 從頭到尾 把他完成 那他帶給我的完成的成就感是一樣的 那還有就是說自己從以前就覺得在空間 想像上還有3D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是讓我可以更快去了解說結構面 整個的那個方向 據我知道 其實從木工師傅跳到設計師 其實我印象中是沒有幾個人 機下暑假親子最熱門的選擇 韓國經濟道 兩下大作戰 寒雅航空 桃園稻人穿天天飛 每天兩班 帶你直從愛寶樂園水槍慶典 海方天 再走訪與海浪海上纜車 觀賞絕美夕陽 打卡熱門水源星空圖書館2.0 搭乘寒雅航空 參加指定團體行程 玩愛寶樂園水槍慶典 還有限定加碼毫禮 每人水槍一支 數量有限 發完為止喔 跳到設計師 其實我印象中是沒有幾個人 那在這個轉變的理念上 是因為你對設計有自己的想法嗎 還是你是覺得說 因為這個職業是 對我來講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是很跳動的 那你怎麼會有這樣的契機 這樣的契機其實就可能被 那個老師傅講的那一句話 當設計師很輕鬆 所以就想說還是有 那時候是覺得有學到一個階段 那想說要趁年輕可以去稍微轉換一下跑道 畢竟都是同一個產業 只是說我在更前端 想說可以試看看說自己的能耐到哪裡 那剛好是一進當設計師的話 有到我們的系統的龍頭 那就有很多的 很多的像我們店面的一些學長級的帶領 所以我覺得說工作選擇上跟之前的一些經驗結合 然後我覺得目前都還算順遂 歐德是系統櫃嘛 那木工不是 木工幾乎是畫圖嘛 然後我們把它做好 有可能是不同的材質也不同 因為像我們可能會想要挑好一點的材質 好一點的木料 那系統櫃不是啊 系統櫃是已經完成品林在那邊 那這個的差異化 對你的質額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覺得質額的不同就是在於 現在的消費者 他可以很快速的從網路上挑選到 他們要的樣式 那這是系統櫃 他可以很快速的用圖面去讓你知道 那我們之前在做木工的話 可能是我圖畫一畫 那會實際請廠商只是送個小樣板 那要等到你實際做出來 才會有不同 那確實木工在選擇的材料上 會比系統櫃來多一點 他的變化性會比較多 對那相對就考驗師傅的手法 可是你知道嗎 像木工 我們買房子已經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做出來的樣子是怎麼樣 只能畫圖 猜測 想像 但是系統櫃不是 系統櫃也可以去門市 你就可以挑了 什麼顏色對不對 什麼樣的材質 尺寸量一下就可以有差異化 那我想要表達的是說 在做木工的設計的想法 跟有你現在進到order之後 你的設計的想法一定都會不一樣 那這跟你本身的裝潢師傅出身 有差異嗎 我覺得差異是在於我們結構上 結構上 結構上 因為我自己是從裝修師傅 然後跳到現在當設計師 所以我可能在幫客戶在規劃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會是以結構 結構為主 所以講我們系統櫃的一些品湊的話 我都會去顧慮到說結構怎麼加強 那畢竟說我們的新家 像前一陣子的地震的關係 我們的系統櫃都是可以 有互相的結構加強以外 就是它都在牆壁上做到固定 那有些現成家具還是木工的話 就沒有辦法像做到這麼牢固 那我想回到你本身 像GIN給我的資料上面有寫 是你擅長的除了現代風 混渣風跟北歐風 你可以稍微幫我分析一下 這三樣的風格的差異嗎 現代風跟北歐風的話 以現代來說的話 我們都是以讓空間比較明亮 那甚至說我們在材質上 會是以比較光滑面的方式去做到呈現 那盡量是以五把手的一個設計 那還會就強調是收納 那這收納的話會是比較隱藏式的收納 在於公共空間上 那現代風的話 它還會是以黑灰白的方式去做 最主要的話還可以用一點大理石的一個材質 然後讓我們有一個質感的一個跳脫這樣 那北歐風呢 北歐風的話它就是在於 北歐就是在來自於北歐國家 那他們的冬天的那個日照時間比較短 所以他們會讓空間是留白 讓陽光進來的時候是空間比較溫暖的 再加上說他們在原木的取得比較多 所以如果北歐的話 它就是會以白色灰階的木頭 或是說原木色去做到一個 整體的風格的營造 那這三網風格你目前在客戶當中 有沒有什麼可以讓我們介紹或展示的 我有稍微準備一下這個 這是我們 這是我之前的一個案例 對 那就是我特別要講這個就是 它是一個現代風的一個大理石 那這是要說就是說 這是結合我木工的一個強項 對 就是這現場這是一個我們的電視牆 在還沒有上去電視牆之前 它是會需要做到一個毛道的一個呈現 那包括說這個牆的一個尺寸 這是我們施工前跟木工師傅對完之後 它後面呈現的樣子就是這個樣子 那它這個樣式的話它就是 它就是屬於是大理石 然後有比較多黑色跟白色的一個 現代風的一個風格 然後剛才的那個電視牆的毛道的話 就可以做這樣 做一個現燈的一個造型 所以就是說剛好是結合我的強項 跟現代風的一個風格的樣式去做到 那個展現 那這邊也有用到說剛才提到的說 我們在公共空間會是用比較平滑 然後跟白色的方式去做到一個呈現的方式這樣 你剛才有提到說跟你的強項木工做結合 因為我們在開錄之前電視牆有提到 木工可以做到一咪咪是不是 一公分 對 門縫上 那這個到底差異是什麼地方 為什麼木工跟系統櫃的差異要這樣做 它的差異就是在於說 系統櫃它我們大部分的板材都是在工廠就加工做好 那木工的話我們會是以在現場 因地制宜的方式去做 所以它才可以說我們的一些 講的阿蘇比伸縮縫它可以有到比較密 因為我就是在現場施工 那這兩個兩者的差別就是在於說 它系統櫃它 假設一樣同樣的櫃體量的話 它可能在現場一個禮拜就好 因為我大部分在工廠做好 可是如果木工的話可能要拉到一個半月以上 那現場的裁切的粉層 然後跟一開始提到說 幻念的牆尼橋的味道就會殘留在 甲犬的味道就會殘留在我們的空氣當中 對 所以有些它的 他們會需要特別再去做一個出甲犬的一個功項 對 所以相對於 我們要入住跟完工的時間就比較久 我就好奇了 那木工跟系統櫃的結合 到底對你有什麼幫助 或這些東西的經驗 對消費者有什麼幫助 剛好最近有完成一個是木工 然後跟系統櫃結合的一個部分 那像說我這個 這的話就是說 我們想要營造就是讓它說 這邊的話其實就是一整個面牆帶起來 那其實它後面都是櫃體 那這些就可以接種到 我之前有做過木工的經驗 所以讓它可以是有做到一個切割的方式 甚至說這邊還有兩個隱藏門的方式 那甚至說電視的話它是壁掛在中間 所以我們在想結構的部分的話 還要去想到說我們線路怎麼走 所以後面櫃體以外就是說這邊還是一個機櫃 那它如果是開啟的方式的話就會是這樣 這個電視算隱藏在木櫃裡面 它算是把我們的一些機櫃跟線路隱藏在我們的櫃體內 那電視的話我們就是讓它平貼 越靠近櫃體這樣 那一來就是說走到空間不會受限以外 就是全部都是滿滿的收納這樣 那這兩個是隱藏門的一個設定 左右 對對對 那這就是我那個比較喜歡的風格 就是屬於現代風 因為蓋的一整個平面以外就是說 我們是用我們的那個玻璃的材質 去帶了一個線條 然後讓空間可以更加的有質感跟活潑這樣 哇塞 這樣地震的話東西就不會掉下來了 這確實是這樣 這個客戶剛好它也是高樓層 那我們上禮拜有再去他們家參觀的話 他說是完好如初的一個部分 對 我剛剛有講到一個話題 因為地震完之後 你有講說你們都會去檢驗嘛 那有發現到一些窗邊都有裂痕裂縫會漏水 那我好奇啦 那order的系統櫃有沒有什麼 吐齊的地方 我們這一次的話 客人給我們的回報是說 還好有用order 對 因為我們的結構體的話 我們本身就是有專利的五金 所以我們針對結構體都還有做到保固 那我們的櫃體跟木工不同的 我們結構體保固15年 15年 就是像這一陣子很多是說我們的師傅 甚至說我們都會去客人家 去如果他的櫃體有一些歪斜的話 我們都可以透過我們的結合五金去做調整 那木工的話 他是因為他是用頂牆下去做固定 所以他一旦變形的話你就回不去了 那我們系統櫃的話他還可以做到調整 這個是很棒的一個優惠 而且是一個很好的保固 讚 我想回到說像你本身 如果你在設計的時候 你覺得目前跟客戶最難溝通的地方是什麼 最難溝通的話就是在於 我覺得是材質 因為像說我們剛才提到的那個 大理石的這個 他現在有很多像這個是大阪磚的一個樣式 對 那還有大理石啊 然後壁紙 甚至現在藝術期也都是 所以有些在 因為他一定有相對他的一些價差 然後跟我們講的花樣 這是可能 還好有我們的3D圖可以去輔助 然後跟客人做挑選這樣 那最後客人決定的是不是在價格 價格都是最後都還是回到 最現實的價格上面 所以我們會是說 以示意圖 然後盡量以他們的預算 然後我們去達到說我們想要的效果 所以才有剛才提到的這幾個 可以做選擇 那你會不會談到最後就說 算了算了不要用啦 全部都用木工做好了 省得洛力巴索 木工的話說不定還會比較貴 因為剛才提到說工時的關係 現在又比較缺工 對 可能會跟他說不然就是 尤其騎一騎就好 對 所以回到還是價格說符合客戶的預算 那你在溝通的裡面 你會覺得說說真的 你會不會有一天想要回到 覺得設計師要善於溝通嗎 然後成本的考量 你會不會想說算了 還是離開這個設計師回去當木工師傅 可能還比較好 我每次到我們的那個工地 因為我們的歐等師傅都是自己的工班 所以我們都會長期見到 然後 你會不會受不了鐵錘拿出來 師傅最常跟我說的就是說 維成如果你真的做不下去的話 可以來找我 他說我們很缺人 對 很缺人 那你也知道嗎 節目的尾聲通常 來上網我們的這個 新教室的同仁 我們都會希望他帶給我們 新教室的網友 收聽的人 有一點福利嘛 那這個請問一下優惠呢 有沒有什麼一些優惠給我們 我們優惠的話 就是現在是我們的 傅幼慶的這一檔活動 那這一檔活動 即日起到五月底的話 它是有一個 急劇滿15萬的話會 會有折價 那依此類推最多的話 65萬的話會折到2萬6 那詳細的資訊的話 可以上我們的 ODER官網去做觀看 或者是說到全省的 那個ODER的門市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也可以來乘德門市找我 OK 剛剛他講的 有點那個緊張 有點講優惠 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反正上ODER的官網就對了 那我想今天這個維成 看得出來他自己本身很有想法 其實說真的 我剛才講的不是騙人的 真的很少有木工師傅 轉到做設計師 那我覺得那個思考的邏輯 一定不是一般人 因為木工師傅可能強項是說 我可能把沒有的東西 那變成一個實體做出來 這個理念跟設計師一定不一樣 那設計師要是把大家的想法 轉變成實際的作品出來 那我覺得偉成應該在設計師這條路上 應該是發揮的非常好 因為這個店長很少推薦設計師 在上我們節目 那擴別的半年呢 我們ODER又再度來我們房短性教室 而且把這個劉偉成設計師 來我們這個節目 那謝謝偉成 謝謝你們 那所有的節目都會放在我們 富比斯地產官網FBYT 記得收看收聽 謝謝 掰掰